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望 今天我们就讲教你如何开始做YouTuber Part 2 第二步,今天我将会详细的从工具 还有APP,还有就是整个电脑里边 然后我们整个进入来看,带大家详细的看一下该怎么样用 其实我呢,这些建议是给初学者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用的全部都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东西 那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平时用的这个架子 这个架子就是又可以放手机 又可以就是当探照灯一样 平时呢,我就会这样对着我自己 然后呢,我把电话呢,就会夹在这里 后面呢,就会有这个灯打开 然后这里是调这个亮度的 这一个呢,就足够我用了 但是这个因为,如果对刚刚开始的人的话 这个灯有点贵 我买这个灯的时候呢,加上邮费 乱七八糟,差不多都要200多澳币 挺贵的,因为其实我之前我还买了一个架子 但是那架子是放camera的 它那个头啊,就是这个头呢,只可以放camera 不能放手机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架子 所以你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就是你要看好了它 你是用camera,你是用相机来录影呢 还是用手机录影 所以呢,这个呢,因为有这个东西就可以 我就可以用手机录影嘛 我就特别简单 我就完全不用那个,就是照相机 我一个手机 然后一个灯 然后就是一个laptop 这三样是我最基本东西 这个灯,然后还有架子 高低也可以调节 低也可以,高也可以啊 完全搞定 就是我的就 我就用这三个工具 我就用这三个工具啊 手机电脑 手机 还有这个灯 我造型目前为止 我开YouTube 拍了这么多的video啊 我只用这三样东西 对 再加个mini iPad mini iPad呢 这个只不过是为了 如果要读 读观众的留言呢 我才会用到这个啊 平时我是不会用到这个的 所以这完全是足够的 其实除了这个灯呢 我们刚开始 如果你不想投资这么多钱的话呢 你完全是可以找一个向阳的地方 向阳的窗户啊 对着这个窗户来拍video 拍这个整个过程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其实自然光才是最美的啊 你可以对着窗口啦 或者在outdoor啦 或者是找一个你自己家灯光 比较非常柔和 非常舒服的一个灯光啊 打在脸上啊 都是可以的 就说其实完全不需要 特意买一个灯 因为我正好是也有 我是嫌麻烦嘛 因为一个架子全部搞定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但是如果你刚开始不懂得怎样 就是不想投资太大钱 只是想试一试的话呢 完全是不需要的啊 只要阳光够就可以了 有的人呢 可以用这个 就是自拍神棍呢 也可以 就是如果你刚开始拍的时候 你用自拍神棍拍 也是可以的 非常非常简单 你只要找一个支撑点 就像有的朋友问我 说你在那个车里边啊 你是把这个camera 放哪里去摄影的 我之前不是试过吗 把放在那个 就是仪表盘那边啊 但太低 显得特别肥嘛 然后呢 我就后来想找到 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把这个电话呢 用两个皮筋 固定在我的倒后镜上 就是我把这个看 把我的手机呢 用两个皮筋这样 这样两头哭着 然后又不挡 又不挡这个镜头啊 正好套在这个 车的倒后镜上 然后呢 把它正好对着自己的脸 所以这个位置又稍微高一点 高小高视角的去拍啊 显得瘦啊 而且这看上去也蛮不错的 所以我们就只要动动脑筋的话 这个支架呢 是完全是没有问题 你可以想到很多很多的方法啊 我呢因为有时候在房间里边 有时候在晚上拍video 所以呢灯光方面呢 我就觉得买一个灯比较方便 这是我的选择 但是完全你们是可以不需要的 视频的剪接呢 我将接下来呢 给大家看到这五个APP啊 你只要把这五个APP搞定的话呢 就是我现在所拍的video里边 所呈现的所有东西 都是在这五个APP里边 包括呢将来那个Google呢 给你钱 怎么样过钱给你呢 也包括在里边啊 我接下来呢 就会给大家看这五个 这五个APP 好现在呢我们就打开这里啊 现在希望大家能把这几个APP呢 全部记下来啊 只要你拥有了这五个 这五个APP呢 你就几乎我 这是我现在所用到的所有APP了 就这些 只要你把它全部拿下来了 就是在基本上啊 初级的话应该是全部都够用了 这五个 希望大家做一下笔记 把它写下来 并且呢能下载下来啊 我是中文版的 这个电话的 但是还是可以用这个 我先点进去的呢 是YouTube 这个就是我YouTube账号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点到了 然后点进去之后呢 我又点的是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之后呢 就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进入到了我自己频道 这是写着 这是我一共的订阅者是多少 然后呢 我再点进去之后 右上角点这是我自己的视频 可以看到我的里边 所有的视频在这里边 这是在YouTube里边啊 可以看到的 然后回来 然后在最右手边的这个 对这个YT这个 这个呢就是我的视频管理器 视频管理器 为什么啊 这等待 等待中 视频管理器里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上面有写的多少订阅者呀 一共挣多少钱啊 怎样怎样 你看到这个这个钱呢 这头第一个二两个video呢 是个金色的 黄色的 那就表示呢 正在审核当中啊 因为 他有时候电脑会制定 说你这个 说你这个video不适合做广告 就是黄色的 但是你是可以跟他申请 让他人工帮你审核 里边你确保里边 确实是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呢 他就会恢复正常了 这上面这个呢 五万四大家可以看到 这点击率 然后一录下来呢 这就是 所有所有关于你YouTube的资料 就是说 他会帮你分析好啊 你的 在看呢 不是有谁在看 就是有多少人在看呢 哪个都从哪个国家来啊 各种各样的那个 detail 只要把这五个APP搞懂 你就几乎所有用的 你都 你都会 就是都会搞 只要把这五个搞懂 你就所有的都需要 都都在这里了 没有什么问题 这下面就是所有的留言啦 朋友刚刚的留言都在这里 我都有 你们每个人的留言 我都有看到哦 因为他上面都会通知 有留言来的话就会通知 好 我们再回到就这里 然后我们打开 i movie 这个呢 i movie呢 就是我 那我就是从这个 加项目 你就把它点进去 然后呢 你就可以从你的这个 folder 就是你的这个 方向片的这个 这个 folder里边呢 找到你的图片 或者video 随便加 你可以选三个 好 在这里 我能选三个 三个video 然后呢 把上载到这个APP里边 现在就可以制作video了 我呢 可以选择 把这个video呢 就是 前后调转 剪接 加字 什么的 都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整个video的 甚至你可以颠倒它 像我现在在做的 就是在那个 画面后面配音 然后你还可以加字 加音乐 这里就是加 你可以选择加图片啊 加相片啊 加背景音乐啦 还有加你的背景 录音啦 就是 只要 左上角这个加号呢 就是这上面这个加 看到了吗 中间这个地方 有个加号 只要你点这个呢 你就加什么都可以 加图片也行 加video也行 非常简单的啊 这个 而且这个APP 不用钱呢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方便 就搞定了 你录好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上载 就是比方说 然后就可以上载 上载那时候 我一般都选择是 360的那个影像 因为 这就是选的中 360P这个 就是它特别上载的 上导的特别快 而且上载的也特别快 如果选高清的话呢 就特别特别慢啊 好 它现在已经把这个影 我制造好的影片呢 已经放 就是存存在了 我的图库里边 这样呢 我就可以拿来用 现在我们再回到YouTube 对我们再回到YouTube 然后呢 我在YouTube上 右上角呢 有一个小录影的这个标志 我只要按进去之后 你看到 我刚才 这个是 这个 左边是录制 你也可以用YouTube 直接录制啊 这是这个 我按错了 然后下面呢 我要就是 我要上载 对 你看这个 因为我刚才 upload我的手机了 好 现在我就从我的 这个刚才录制的影片下 就是upload到这个YouTube上面去 就选了之后呢 它就开始上载了 开始就是简单看 然后你可以在标题上写行标题 写行标题之后呢 然后你就按上传 它就开始就可以上载到 就给你上载到这YouTube上去了 好 这个应该很多人呢 想我的午餐 就随便 我就随便什么都打一个都可以的啊 然后的右上角 好 现在就已经在上载了 看到了吗 上面写我的午餐正在上传 这个蛮快的 两分钟之内就上载上去了 一分钟之内就上载上 因为video非常短 但是呢 因为我不想 所以我就删除掉了啊 我把它正在删除 只是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而已 嗯 嗯 对 按照 因为我现在正在做 那个屏幕录制啊 然后还没录完呢 所以再回去继续录 我们再回到这五个里边 对 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这图片怎么样 怎么样在图片上面加字 就是这个APP了 选中间这个图片 然后呢 他就采访我的图库 里边我选一个我的照片 好 然后呢 这是照片 它里边有几个方神呢 就是你可以选了 我先第一个点的呢 就是把这个图片整的和屏幕是一样的宽度 一样的长度 我选了这个 好 然后打对钩 然后呢 再就是 嗯 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可以 你就可以在上面写字吧 看到吗 点的T 就是可以写字 上面我就写哈 大家好 大家好 然后这个字呢 你还可以换 就是字体 可以换各种各样的颜色啦 边框 也可以换颜色啦 你可以转动它 然后可以把它 我好像这个东西 因为我这个东西是竖着 竖着录影的 所以这个东西好像有点 不清楚啊 你甚至可以调节位置啊 字的大小啊 摆放位置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那个字的颜色啊 什么你还有框 边框啊 都可以随便选 你想选什么都可以 放哪里都可以的啊 放哪里都可以的 这样的话呢 等你 你还可以 就是放一些好玩的东西啊 放一些可爱的呀 你看 比如说我放一个烟啊 然后还可以 就是放一个皇冠啊 就是很多东西 就是很可爱的 就是你可以自己 随便往上放 放的一些 可以吸引大家的眼光啊 然后再找图片 然后放一个皇冠 放一个皇冠 头上 然后呢 还可以再放别的东西 放一个照相机 对 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图片就做好了 这样图片做好之后呢 我就再继续把它储存 在我的图库里边 储存到图库里边之后呢 对 你看 是图片处理 OK 上载了 上载上去之后呢 这个是广告 一般这个app 因为是免费的嘛 它后面都有广告 好的 那我们就在图库里边了 现在呢 我就可以 诶 这走 对对 这是我的 这就是我的图库了 然后这里是哪里 先到哪里了 又回来了 再到这五个app里边 按这个 这个呢 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等到你最后有收入的之后呢 你有收入以后呢 它这个就是你的 你去这里拿钱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 它可以告诉你 钱怎么这么拿呀 然后它会 确定你的账号 在确定你的地址之后呢 它就可以把你的钱 打入你的账号了 但现在为止呢 我正在等Google的密码 等它密码来了之后 就可以确定地址了 好 以上这五个app呢 因为我用的是 这个屏幕摄影啊 所以它本来摄制 它本来录制下来 是长型的 但是呢 由于我放iMovie了 去剪接了配音之后呢 它就变成方框了 所以上半角和下半角 下半角就不见了啊 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反正大家伙 你就大概看一看 我就是 基本上跟你讲一下而已 你呢 就是根据 你主要还是主要 就是这五个app 你只要把它每一个 每一条都打开看一看 详细的去研究一下 我想你可能用的比我还好 我也就是瞎摸索 摸索出来的 在电脑上呢 就是我这个已经打开YouTube的 就页面了啊 然后呢 就是我给大家讲 就是我在电脑上 这是我的账号 我有两个 然后这是他们写的 创作者 创作者工作室 就是Evonne Channel 就是我点进去 这就是我的 这个 这个 它的控制室 就是专门控制 这是中文版的啊 然后控制我看 我因为我已经和 YouTube已经有 是合作伙伴 他们写的是 已经是合作伙伴了啊 所以呢 就是进去之后 你再就是 这就是这个 什么视频管理呀 你看 你看我的猫又来了 他就 呀 不要踩过 波波 哎呦 然后那个 就是直播呀 什么就是 等你达到一万 一万点几率的时候呢 他就会 我给你们看一下 另外一个账号 就是在 我在没有得到 合作伙伴的情况下 什么样 是这个 波波 别过来 波波 我带照 那这个呢 就是还没有成为 合作伙伴的时候 那我再给你找一下 那就是 视频管理 他是自定义 你的 明白了 OK 明白了 然后呢 我这个 这个是留着 就是如果是 看一些别的 什么的视频的时候 会用的 另外一个账号 然后是视频管理 视频管理 那里边 我并没有任何的 爸爸 天哪 天哪 我的电脑在忏悔 你看他就在旁边 缠着我 不让我播 那这是 这是直播 信息中心 波波不要过来 我波波 那查看频道 我听频道没东西呢 还有个订阅者 加 维建 增加功能 显示 针对 哪去了 频道 是频道 波波 波波 那就这里了 这里呢 就是 这里就是 你可以看 下面这里写的 就是 是这个频道 是 频道这一节 然后里边写 上传video 然后就是我 以启用 就是我已经可以上传了 然后获利 获利呢 就是 这就是看你 就是你 你想挣钱的话呢 你就是按这个 他说我不合格 因为这是我 另外一个账号 另外一个账号呢 就说 你就是要 它上面就写上 你看你是哪个区域啊 然后填写上之后呢 然后允许在我视频 旁边下广告 但是呢 当你 下面 下面就写上了 那个AdWords 账号关联 你连接呢 他就会告诉你 我看 我看这个好像有 好像会 他会跟你说 你不够 Customer ID 那就是登录 什么什么账号 怎样怎样 你的ID 等等 就是这里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就是给你们 就是这个 就是你们就连接广告的 连接就是视频广告账号连接 然后他会跟你说 你可以先连接 连接上之后呢 就是跟着他 就跟着他走就行了 关 就是关联什么什么账号 跟着他走 然后输入你的资料之后呢 他就会告诉你 你的 因为你还不够一千个 不够一万个点击率 所以呢 就不能 等我给亮一下 就是 就是说他说 你要不够一万个点击率 然后他就回到 回到原本 就说你还不符合 他就这里就会显示 获利这本就属于不符合 然后呢 这里很多 你就可以 哎 合格了 这个怎么会合格了呢 可能是因为我另外一个有账号 所以我可以直播吗 按理说是不可以合格了 OK 然后呢 就是这里就很多嘛 就是合格的 这是不合格的 然后你就可以排着他 向如直播啦 或者较长的video啦 也合格 这个也是 我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第一开始录影 我说哎 怎么这么奇怪 我怎么就 不能超过 就是我录不能超过15分钟 为什么不能超过15分钟啊 就是很就很短很短的video 就很难超过15分钟 后来我打开这个 就是有电脑之后 我才进去查 我才知道 那下面先了解详情 他就会说 哎 对 他就会说 那 他就说是有一定 权限的 他说请按照以下步骤证明 计算机上 网站 提高限制 他这里就是 所有的东西都就交给你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做 应该照着什么步骤走啊 什么的 然后呢 他就会通过 他验证了你的账号以后呢 他验证了你的账号以后呢 你就可以上传 很长很长的video了 刚开始没有办法验证 就没有办法了 就是在计算机上 在计算机上 转至上传页面 就告诉你怎么整 然后在页面底下点击 提高限制 你就可以直接采访 YouTube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这个呢 按照步骤的账号 你可以选择通过手机短讯 接受验证 或者是说通过什么 就是这个是 作为你个身 就是账号验证 验证完了之后 你就可以上传 超过15分钟的视频了 就是我刚开始 第一开始 最遇到的问题 就是说 哎呦 怎么我的 就是不能上传15分钟以上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有很多视频 我要分两次到三次上传 分什么一二三 因为就是不能超过15分钟 我们就那时候挺麻烦的 但是其实我要是早有 早知道就早好了 这是电脑 好像只有电脑版的 电脑版的这个视频管理呢 才能才能 才可以进来 才可以进来启用这些东西 如果只是手机的话 好像是不可以的 我反正我 我目前就是还不可以的 然后呢 付费内容啦 就是你怎么样去 得到你的 他怎么样付费给你的 然后这基本上 所有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就是你所需要的这个上网 所需要的东西 他全部都在这里了 如果我这里说的不清楚的话 你完全可以上网 用中文search 因为他Google呢 是有YouTube的 有中文教学 就是他有中文的帮助你的 你就search 比方说YouTube Google怎么挣钱了 YouTube怎么挣钱了 怎么拿钱了 就这样写这个关键词 让Google就会完全告诉你们 应该怎么做 这个频道里边呢 就是呢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我的那个账号 然后下面是这个 点开我账号之后呢 就是已经 我这是已经验证了 所以呢 我就可以拍15分钟以上的 视频 这是我另外一个账号啊 然后这个呢 是视频管理器 就是平时 如果你有video的话呢 这里面就会显示 你的所有的video 然后在这里边 你会告诉你的video 多少人看的 怎么怎么样啊 这是资料在这里 然后这个频道呢 就是就是 真正就是管理的 上面写的 默认上传啊 什么推荐 推荐内容啦 什么品牌 品牌信息啦 就这块 这块 对 所以呢 这个这个 这个部分呢 就是状态和功能 从这上面找 就是你所有需要的 information的 就在这里了 这就是我另外一个账号了 然后就看 下面都已经很多 都已经开始启用了 上传一起用啦 然后获利啦 直播啦 合格啦 然后还是有很多 还有这个还也不合格 相入直播这个还不合格 然后下面就很多很多 就已经合格了 就已经可以启用了 像已经可以启用了啊 就付费内容还不行 就是就是 他每个都有自己的要求 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要求啊 什么的 就是好像你有够点击率 或者够了 或者是够了 那个 呃 什么 subscriber 就是订阅的人 够了一定数量的话呢 你就可以 呃 获得权限 然后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嗯 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就这么简单 他这个他这里边 他就非常完善 他这个 他这里边所有教你的东西 都特别特别的完善 你只要 而且我这是中文版的 然后呢 其实这里还有呢 这里看到这个视频嘛 上面有修改 这个修改呢 就是可以你可以改你你视频东西 我今天要给大家看一样特别的东西啊 就是 这是这是呢 我可以选择 以前我都不懂 我都不懂的 原来这个还可以改的 所以我的第一个头 头图片特别丑 后来他学会了 原来是可以呃 夹字啊什么 自己搞一个picture 然后上载上去之后呢 按在上面 而这个picture呢 就是我会在iMovie里边整的 不是不是iMovie 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等我给大家 收给大家看 这个app 是可以就是改这个字啊 放字啊 然后图片 然后上载到这个video上面的啊 给大家看一个特别的 就是这个 这个获利 你看到旁边有这个黄色的探号吗 他最近就是很奇怪 就是说 他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标题 还是什么有问题啊 他就电脑就自动呢 认为我这个video呢 里边是不包 不适合大多数广告客户投放广告 所以呢就会 忽然间就给我这黄标志 然后呢就说 说认为我这里边可能有些 可能有还有脏话呀 或者是一些调度性的调度性的内容啦 但是这只是 这只是电脑 电脑去给你定位的 我们呢就可以申请 我们就可以申请人工审核 我就会 就像我这个今天 我申请人工审核 但是呢 这个人工审核必须 你这个video是在七天以内 可以至少要达到一千 一千次的观看率呢 他才会审核 如果不是的话 他不会审核 因为YouTube太多了 你要是不挣钱的 如果你不挣钱的video 人家帮你审核干嘛 是吧 所以就说 但是我认为 这个video里边没有 我确认我的视频里边 适合所有广告客户投放广告 因为我里边没有什么东西啊 是吧 我也没什么黄色的 脏话什么都没有 所以呢我就申请 像这里是 提交以供审核 这样他们会人工的帮我看 我几乎每一个video呢 目前为止都有好几个了 好几个video 但是我提交上去之后呢 全部都过 因为我这里边没有什么任何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因为我们中文呢 我们中文的这个题目什么的 可能这个机器审核呢 就有个问题 因为最近蛮多这个视频都会 半路它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然后我现在还要去投诉 不是投诉 就是还要去提交审核 但是百分之百都是pass的 没有事情的啊 所以这个video呢 因为现在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一千嘛 现在点击率观看率只是456 所以他要够了一千 在七天以内够一千的话呢 他才会帮我就是审核 然后告诉我 他很快的 很快就会告诉你 啊你这个没问题 pass 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开通广告 然后就挣钱了啊 现在我们就回到原本的 再回来 回到这个创作 创作者工作室 还回到这里来了 这里呢 其实这里边的这个 这个还比较比我手机上的那个比较慢 在这里呢 就你直接去YouTube 直接在YouTube的account里边 他就会他就会把这个工作者 什么什么什么编辑者工作室 创作者工作室呢 是直接和这个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呢 但是呢 那个那个 在手机上的话呢 你是要分开的 手机上你是要下载一个app的 然后一会儿呢 我会给大家看一下这个app是什么样子 在因为在电脑上是不同 电脑版的和手机版的是不一样的 手机版的呢 如果你下载了之后呢 你就会随时随刻的 你就会看到这个 就是这些资料 这些前述啊 人计人啊 订阅人啊 什么观看次数了 就会很清晰的就显示出来 你查看也非常方便啊 这上面也写的 你看观看次数了 订阅者了 订阅者已经是3961个订阅者啊 就是电脑版的 这个是全部都是全的 我这个是 我这个电脑是apple apple pro apple pro是最高最高版本的嘛 就是蛮专业的 但对我来说也就是看看youtube 整个youtube啊 对我来说没有太会用 我就是拿来看看youtube 然后什么 比方说获利有影响了 就complain一下了 然后连剪接我都不用这个剪接 我都不用电脑剪接 我直接用手机剪接啊 手机剪接搞定 然后把一些就是资料贴上去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没办法打那个 就是字幕啊 因为我电脑的我不会用 我用手机剪接的话呢 我打字幕就特别麻烦 就是我拿手机打 因为我不懂 不会用 所以但是它这里边可以这样 可以在这里有这个 就是您的字幕投稿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就是要求你的粉丝 或者观众朋友呢 帮你投稿 就帮你整理这个video之后 投稿给你 但是呢 就因为我不懂这个怎么用 所以我暂时还没有用 还不知道该怎么用这个东西 那是听别人说呢 这个是可以 就是请你的观众朋友帮你去搞字幕啊 然后帮你去 就是然后发回来给你啊 就是大家寻求 如果有人觉得 我的稿很好啊 你想帮助我啊 可以帮我加字幕进去 包括前一段时间 有个观众朋友也是打字超快的啊 很快就把一段话打出来了 但是也不好意思去麻烦人家 所以我现在就是希望能 如果有哪个观众可以的话 或者是教我怎么做啊 我还不会做 因为很多人都要求 希望有字幕 很多 因为我说的国语吧 有很多人 有些人可能会听不懂 听不明白 好了 就大概就这样 就是我基本上上载video呢 就是 就是一个iMovie 然后一个YouTube 一个iMovie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 剪接图片的这个东西 就没有了 就 就这么简单 然后还有哪个app 没有什么app 甚至有时候 走了很多冤枉路 像是一开始 我都 我光用手机嘛 我没有电脑的时候呢 我就不知道进去 还要申请什么什么的啊 所以我就拍不到 超过15分钟的这个video 后来才知道 原来你要去 这个你 你用电脑 进入你的就是 创作者工作室里面呢 去confirm.account 就是确定 确定.account之后呢 好像是电话号码吗 还是email的 反正你确定之后呢 你就可以拍超过15分钟 然后呢 还有一次就是 我光知道 你超过1万点 你就可以 可以加广告嘛 那时候我也不懂 然后我超过1万点 我等一下等等 怎么还是没有消息呢 原来你是要进去 就是你要 就是我之前在那里边 有给大家看的嘛 就是有一个叫什么 AD AD什么来着 就是我跟你说 就那里申请广告那里 你就要点进去 然后呢 跟他confirm 就是和那个广告公司 连起来之后呢 你才可以 有了那个账号之后 你才可以 出现 你的video里面 才会出现 获利这个条例啊 就是你才可以 在你的视频里面 加广告 加广告呢 就是他要看YouTube 长的广告 长的video呢 就可以加比较多一点的广告 你可以自己选择 或者是说他自定义啊 短的 短的呢 就没有 不可能加这么多 可能一头一尾这样的 你也可以选择 不加广告 这是完全取决你自己的 但是广告收入呢 就是我们正常的收入了啊 还有他会有YouTube的收入 但是收入非常非常的小啊 就是YouTube rate 你有一个叫YouTube rate 就是有的人 如果订阅YouTube的话呢 他看你的视频的话呢 你从那方面 也会有一点点收入啊 但是非常非常的少 还有呢 就是我到了 他是这样给钱的 给钱的情况是这样的 他说只要你在这个 比方说你登记了 开始放广告了 在一个月之内啊 这一个月之内 如果你超过有超过100块钱了 他就会 你就可以有资格 还听好了 不是他给你啊 是你要有资格去申请了 所以你还要是自己去申请 也就是那五个APP里边 中间有一个 中间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中间有一个 我说是上面就是写多少多少钱的 那个啊 就是说你这够了100块钱之后 你就要进入到这个地方 去跟他说啊 你已经够资格了 然后呢 就是把你的银行账号打进去 他呢就会告诉你 比方说他就会往你的银行账号里边打0.8千啊 就是八毛钱啊 九毛钱这样的啊 打进去之后呢 然后就这个号 就这个数 你呢再回到网站呢 去confirm 就是去 怎么说 confirm 就是把他这个钱数呢 再打回去 确保呢 这个钱已经到了你的账号里边 这样就表示 你的账号是对的 然后呢 你还要在家里等 他要寄给你一个密码 寄到你的家里边 两到四个星期啊 等你拿到这个密码之后呢 你再把这个密码呢 打到这个网站上 这样就确保了你的地址是对的 这样你的账号也对啊 地址也对呢 就是他就可以 他就开始会正式给你输送钱了 他每个月都给你 每个月就是他会说 8月1号到8月30号 9月1号到9月30号 10月1号到10月30号 就是每到月尾呢 他就会给你过一笔钱 当然 每个国家都不同 有的人说从15号开始 有的人说从20号开始 我想我之所以从1号开始 是因为我可能申请的时候 正好是个月头吧 我不太清楚 我发现每个人 YouTuber的日子都不同啊 但是呢 他确保的是每一个 只要比方说我9月份申请的 我9月到10月之间呢 我就是119块钱 一个月只有119块钱 所以呢 他只要够了 他就会马上就会 就是我们就可以申请 就可以给他账号什么的 等到10月的时候呢 比方说10月10月1号到10月 10月尾呢 我一比方说我挣1000块钱 OK 他就给你寄1000块钱 然后再从下一个月 再从头开始这样的 所以有些东西 你要经常查看 不要像我傻傻的 给他坐着等啊 我就在这 哎我够了呀 然后给他坐着傻等啊 就是有些时候 其实你要主动去 人当然你不联络 人家人家巴不得 你不联络 人家不用给你钱啊 我是这么说 不是毁灭 不是诋毁他 我是这么说 就是不要傻傻的等 要自己多查 像我今天给大家教这东西呢 也是就是我的经验之谈 但是也不够详细 但是呢 Google呢 是非常非常仔细的 他全部有中文的解说啊 任何问题 你上网上Google一查呢 他全部都有 比方说查什么 Google怎么挣钱啊 怎么获利了 怎么把钱拿出来呀 什么时候我可以申请啊 类似这样的问题呢 你就上网 就是search 他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解说 而且有这个link 有这个网址给你啊 你直接点进去 直接就可以查到了 以前我不知道吗 光用手机 我以为手机就够了 然后一个无意的 无意之间的机会呢 就是 我就是在一个巧合 计划下 朋友就是 家人呢 就给我买了电脑 我有了电脑之后 我才知道 原来有很多东西呢 你的手机这个app 手机的app呢 是不够用的 必须要用电脑上的这个app 才可以用到 当然了 如果觉得有用的 你们就是比方说 我知道现在很多youtuber 你们的电脑玩的比我还好啊 我只是简单的给一下 就是初学者看一下 大概情况 然后呢 就说 你就如果照着这个 一路走下去的话呢 就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开始 至少这个账号打开 是没有问题的 放上video也没有问题的 这就是 就这么简单 其实就这么简单 你心态放好了 把心态都准备好了 工具也非常简单 然后呢 那个 制造video 制造video呢 我也这五个 五个app里边 所以 我这些都是我自己摸索的 就是在网上查的 我也没有人教我 也没什么 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啊 大家如果真的有心 想去做的话呢 你就search一下 这种的eformation 到处都是 youtuber 也很多youtuber 讲这方面的东西啊 想开始 非常非常的容易 就像我的第一个video一样啊 质量特别差 晃晃悠悠的啊 但是至少我开始了 请永远记住这句话 只要你开始了 踏出这一步了 后边都非常非常容易了啊 就像现在聊聊聊 聊到就是很 很relax了 就没有什么那紧张 你聊久了 你就会发现 你也就是对着camera在聊天 大家虽然很热情啊 觉得你像在电视里边 其实我也就是在对着自己 自言自语 自娱自乐而已啊 没有那么太紧张 不用太紧张 不要就是想的太过于什么 其实非常relax 你坐在自己家里边 坐在自己床头上 是一件非常非常relax 就是非常悠闲自在的事情啊 不是能想的那么空 就像在播音室里边 多么多么紧张啊 没那回事啊 其实开始是非常容易的 好了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就是第二步啊 第三步呢 我明天呢 我讲给大家讲一下 当你开始YouTube以后 你应该怎样去来选择话题 怎样来扩张你的YouTube 怎么样来帮助你的YouTube 来增加人啊 增加就是这个 这个subscriber 我呢也算是很lucky的 就是很幸运的 受到大家的眷顾啊 大家帮我分享很多 所以 但是呢里边我们也可以 其实是有一些 小的skill你是可以用 有一个小小贴士呢 你是可以用的啊 好嘞 这样的话呢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就说第三步了啊 如果你们觉得有用的话 记得帮我分享 点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啊 谢谢大家观看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